好那么下面咱就把刚刚咱们大家思考的这个问题咱们想一下啊 我刚刚说过了 想要去解这个问题 咱们全球变量也用了 对吧 用韩庆认识方式里边用确认参数也用了 反正都多多少都有问题 之所以出问题或者是之所以出缺点的一个核心点就在于 如果你想要计算的永远都是这条线上的值 同学们还有这个缺点吗 没有 就是因为你不确定接下来你到底要计算哪一条线上的值 一会儿用这个一会儿用那个一会儿用那个一会儿用那个 请问是不是就导致了咱们每次都里传值呀 这是问题的核心点 怎么做的呢 如果我这个地方设成了K等于41B等于22 接下来我计算这条线的时候每次都里传 对吧 那么我能不能够到一种情况 我创建出一个东西来 我给它设定好K等于多少B等于多少设定好了 我只要用这个东西掉的时候呢它的K和B它都不变 我再去创造出一个东西来 它的K和B呢是另外一个比方说K等于1B等于2了 我只要用这个东西计算的时候呢K永远是1B永远是2 请问你接下来不是要计算N条线上的吗 我就创建出来N个这样的东西 这个是用来计算什么的那个是用来计算什么的那个是用来计算什么的 请问是不是这种方式是不是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吧 你要明白一点核心点就在于你不确定到底想要计算谁 那我就干脆你想一件事我给你创出来 你想用就重复用你不用就拉倒 那不就解决这个问题吗 怎么做了呢 面向对象来同学们看着啊 好了再来一种第五种 你要跟着理解啊 第五种啊 第五种 那么在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对象 实力对象 想有实力对象的吗 咱们一定是怎么的呢 电影类 这是百分之百的 class啊 比方说这个 line file啊 这是第五条线 object 计算这个 那么 这就很尴尬了 你接下来怎么去设计这个类里面的方法呢 要注意听我刚刚给大家描述的这个过程 我之所以出现我刚刚的前四种的问题的一个核心点就在于 你想计算A这条线上的值 你得K和B永远保态 你想计算B这条线上的值 你永远保态 因为你不确定你接下来的道理什么时候会不会去反复去计算这条线上的值 是这个道理了吧 那么怎么办 我先创出这么多线 我出来不就完了吗 OK 那在这个地方啊 即你创建那个东西的时候 创建那个深对象的时候 应该为这个对象设置好他的K和他的B 因此呢 咱在这里边就应该设计什么东西了 init方法 init方法 self只是肯定了 那么接下来 这个时候懂吗 具体到这个init方法里面写什么代码 有可能咱们代谢了 现在还没有想出来 对吧 代码是1.2出来了 你就接着紧接去创建一个对象 你就自己多么多么就出来 这是 line5写长 那么我创建一条line下 我现在5 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 接下来line5括号 写上1 是这个1的 对吧 我现在写到0 012 1 2 这是计算的某一条线上的 如果你要是想计算另外一条线上的 那么我就怎么着呢 把这个 Ctrl D DD选择 给成2 那么按理说这个地方 此时我调出来的是不是应该是计算的 就是K等于11 是不是B等于22的纸了 那这种方式不就简单了吗 如果你想要再重复回去计算那条线上的纸 我无非是把这个哥们再写一遍 是不是写在这儿去调 这事是不是就简单了吧 有这么几个知识点需要来解决 这个事就迎刃而解了 第一个 你怎么保证你调这个对象的时候 012和这个对象的时候 012它接下来结果不一样 唯独 可以考虑的地方就在于 创建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给它传参数了吧 这个地方 就一定是在这考虑嘛 因此 K就在这写 1 那个值是几 12 对 12和112 12写三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写了 11写三 22 创建对象的时候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这个 是根据LINE5-1 下方线1写的 这个是LINE下方线5 下方线2写的 是不是肯定他们这个值 只要记得出来不一样 这事是不是解了 因为 我这个地方写这个值 目的性就是传给引力的方法 又因为你传了两个 请问 所以说咱们应该在这 怎么办 那写吧 KeyB 对吧 那么接下来在这里怎么办 Self.Key 等于Key Self Self.B 等于B 我为什么要把它团在属性里边去 如果你要是不存在这个对象的属性里边去 随着这个方法调用结束之后 这个KeyB 是不是就没了呀 这是百分之百要用的 怎么办 你记着个原本 面向对象的一大好处是什么的 只要创建完了这个对象 你只要是用Self来通知了变量值 它会随着你的这个对象存在而永远存在 而不会随着这个方法的调用结束而结束 听到我意思了吗 所以是你就记住一个思想 就是我就 想团在这个对象里边去 一定加Self 就绝对好傻 对吧 这个是结了 那观点点是Line File 下回线5 下回线1 好像咱们原来用到过的方式是 对象 点方法 是这么写的吧 但是我现在写了个什么哥们 写了个对象 是不是括了个号 是不是写了个对象 明显是不是括起来了吧 学过吗 这个脸打得啪啪响 来看着 没别的意思 我给你开玩笑 好的吗 你看着 原来我是不是告诉过你有个靠方法 靠方法来 别说没学过 有证据呢 这不都是证据吗 来看着 定义一个类 只要这个类里边有靠方法 意味着什么呢 创建出来之后的这个实力对象 他就可以括号了 听懂意思了吗 你这个地方写多少个参数 他就往这传 这个地方写了个新的 写了个新兴的 那意味着什么呢 不定常 你传也行 不传也行 你传一个也行 你传几个都想 是不是向你解决了通用的问题吧 通用办法 切记了 魔法属性 或者是魔法方法 有特殊功能 那么靠方法 就是这种功能 当你 创建出来一个实力对象 只要你敢说这个类里边 你重写了这个方法 没问题 直接掉 你只要不写 那不好意思 那就完了 如果你的负类里边有 也行 只要是你负类里边 你里边 或者是你负负类里边都有 那就可以 只要都没有 完了 这个事呢 必挂 切记住了吧 通常 那么请问 我刚刚说了这两种东西之后 这个 是否意味着是对象 然后括号了吧 那么想要传0 想要传1 想要传2 那么在这里边 咱们应该定一个什么方法 是不是定一个 是不是靠方法 来靠方法 它是个什么方法呢 实力方法 因此一定有个self 那么这里边干什么呢 通常 你传的这个 当做什么来算了 是不是当做x的值 这个key确定了 这个b确定了 接下来是不是那个x的值 给它传的不一样 接下来这个y值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吧 请问 这个地方是不是传过去的 是不是就是x的值 来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 是不是可以直接打了吧 那么 咱们原来那个self是key乘上x加上b 没错吧 那这个时候应该写成谁 self.key乘上x 对吧 加上self.b 前方四个道理了吧 好了 这个地方咱们给它扣起来 这样加好 这样可读性更高 self.key 这里边这个值乘上你传过来的x 加上这里边这个前方对中打出来的数 是不是就是你的值了吧 为了验证 咱们加上一条线 加上一条线 那条线呢 在这 在这加上一条 在这加一条 也就是说最后一条下 最后一条线的下面打印的值 是不是应该和之前的值 是不是应该是相同的吧 看一眼 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吧 不一样的吗 就是我后来我改了一条线之后 改了第二条线的时候 大家没发现 这个值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那么也说 又面向对象 也解了这个事情了 就说 这个时候咱们相当于 又把面向对象 这个考方法 是不是加深了一下了吧 要理解这个东西怎么用 那么看到这 你就没发现它有缺点 它有什么缺点 你要明白 所有的东西都有两面性 是吧 包括任何一个人都有两面性 那同样这个地方 又说它有什么缺点呢 我为了去计算一条线上的这个值 我想方式把 我要把这条线上 用到的key和用到的b给了存起来 因此我接下来给它act的时候 它就根据key和b来计算了 我为了得到另外一条线上的值 我又创建了一个对象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创建出来一个对象的时候 请问它一定就只有这个方法 一定就只有这个方法 没有别的了吗 请问那么一般来说 咱们在python上里边 是不是默认 是不是都会继承objagt的对象 请问是否意味着 objagt的对象里边 原有的魔法方法 魔法属性 是不是通通都会被继承吧 那么原来这就是这个对象 我为了做这件事情 我创建的对象 这个分路是对的 但是用到的那些空间要多 你说是不是 咱们不说别的 就说这个哥们是类 这个哥们是个类 是一个模板 通过它创建出来这个哥们 请问是不是一个实力对象 这个地方 是不是创建出来一个实力对象 你不管怎么说 我原来给大家说个点 它里边一定有个叫做class的 这样一个属性 还记得吗 这个属性 请问它指向了你这个类模板 它指向了你这个类模板 请问在咱们这个里边有用吗 没有太大用处了吧 反正你就过去找这个代码 而且除了这个属性之外 是不是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很多属性 最终 我为了找到这个函数 找一个地方 把它的K 把它的B给它捧起来 我用了九六二伙之力 我用了面向对象 能行 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咱们原来在学面 对象的就是这几次思想 我一个对象里边都有值 我就放到我的属性里面去 我自己用我的方法去调 那就完了 这是对的 这个思想是对的 但是对于咱们此时的要求而言 它的缺点是这样的 缺点 什么缺点 为了计算 多条线上的Y值 所以需要保存多个K 还有B的值 因此用了很多个实力对象 因此用了很多个实力对象 那么什么呢 浪费资源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要是创建一百条线 那就完了 这个地方就一百个对象 一个对象在这个空间 一定比较大呀 它一定比函数大吧 所以说同学 这个呢 这就是它的缺点 浪费资源 你一会儿说功能不行 反而到了人家功能能行的时候 你又找到人家这个缺点 反正你 对吧 想要找你个缺点 谁还没个缺点呀 你想找肯定能找出来 是他吧 有没有办法比他要好一点呢 对吧 在这个地方 注意听 咱们之所以能够找到第五种实力对象的方法的原因就在于 第一个 你为了重复使用某一条线上的多个值 多个计算值 你需要保存K 保存B 所以说呢 全局辩论的这种方式和确准参数 它都不行 肯定要的百分之百 所以说呢 咱们就找了实力对象 实力对象唯独的确点 它占有的空间太大 请问咱们对核心用的是什么 只要你找一个地方把K和B给它存起来 然后把你接下来这里边去用K和B的这个处理方式给它存起来 请问是不是就晚了吧 你何必存那么多不需要的实力属性 魔法方法 魔法属性呢 浪费 因此 接下来我又告诉咱们大家呢 第五种 第五种 就是今天咱们要给大家讲的东西 第六种 这种方式就是什么呢 笔包 这种方式笔包 来把同桌晃一晃啊 谁的同桌睡了 这到了 就引出来了 前面都是前夕啊 这到了重点了 你再不听 这个以后你们懂的这个词语是什么啊 好了 来看一下 谁还不成年啊 你这样不找媳妇啊 扯呢吗 来 笔包 接下来出来了啊 重点就来了 第五种 我用的对象 浪费资源 我怎么解呢 你要明白你对核心想要干什么 我就想要一个K一个B 一个函数 就这么个东西 而且我这个K 我这个B 应该是你创一条线 K和B同一份 创一条线K和B同一份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那么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怎么弄的呢 Diff 看着啊 Diff 我写一个函数 我写一个函数 叫做什么呢 比方说叫做Line 不写大小写了 Line 下方线6 下方线6 然后写上个K 写上个B 然后呢 这里边就没了 请问这个函数 应该大家都懂吧 那么接下来我写上个Line 6 前面扩起来 我写个1 写个2 它的返回值 有吗 词词 没有 Line 下方线6 下方线1 它是什么 它没有值吗 在试语言里边 这句话就崩了 但是Python里边不会崩 因为什么呢 你这个函数如果没有写Return 默认值是什么呢 No 对不对 没有问题 好了 这个时候它并不会挂 你此时程序绝对不会挂的 这个哥们也是No 好了 请问 按照咱们上面的这个思想 大家看啊 上面这个好处就在于 你最好就这么用 你创建的时候指定 你创建的时候指定 你看我创建的时候指定了 你最好是我接下来用的时候 就不用再让我传1和2 是这个道理了吧 我能不能模仿一下它呢 看 放在这 我选中 然后Ctrl D Ctrl D Ctrl V 暂贴 好了 那能不能这么用呢 想要这么用 通吧 咱们先说目的 如果是这么用的话 你写上个1 写上个2 接下来它就是指向了 那个1和2的东西 接下来这么用的话 前面将来是不是相当方便了 怎么就做了呢 Path肯定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这百分之百 怎么做呢 Diff Diff 比方说这个去 这个 Create Y 给它一个X 那么接下来 我在这里边呢 我print什么呢 比方说这个叫做 K 乘上X 加上B 好了 这些还不够 在最后面呢 还要写上一个 Create Y Create Y 好了 你先别管这什么 我一会跟你说 我还没说呢 我放在这 咱们加这条线 来懂吗 最后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咱们要试一次了吧 试一次最后的 请问 234出来了吗 你想要换一条线 来 选中它 Ctrl Safe D Ctrl Safe D 全部复制一份 然后呢 Ctrl D Ctrl D Ctrl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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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成11 改成22 来 再看这 最后一次的效果 和用累的 和用函数的 和用这个确准参数 和用全球变量 请问 没有任何缺约吧 都是一样的 那么你从协计的这个协法上讲 这个要比之前的好 因为它是独有的K克币 但是这个代码多 浪费资源 这百分之百的 不仅是代码要浪费资源 而且将来真正创建实力对象 再有空间也大 这个协法简单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它里边有什么 你将来就有什么 因此没有那些什么 魔法的属性 没有 因此这个地方 相当于取了一个中立的方案 既能够解决 每条线的K和B的值 也能够避免 浪费那么多资源的问题 听清楚了吧 那么这种方案 就是比包 那么到底什么是比包呢 这就要研究研究 这个函数是怎么执行的 注意看 核心点来了 我接下来说一下 这个哥们怎么执行的 咱们单独看当前的代码 别的不看 当我在去看这个代码的时候呢 它应该是同上上执行 没错 到这的时候 请问同学们会怎么着 到这的时候 一看它定义了一个函数 你说没错吧 我会到这个函数里面去执行吗 不会 咔崩 跳过去 你里边再好了 在那儿 我不执行 我只要不掉 我就不执行 我过去 大家看 这个地方怎么着 请问这是不是掉函数啊 谁都懂吗 掉函数 来掉 在这个地方会导致 你去掉这个 这是铁定的事 来 从这儿 进去 进去的时候呢 是带着一和二进去的 K 这没错 接下来 请问 我到这个函数里边来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要执行这个函数里边所有的代码 请分明先帮我圈出来 这个函数里边所有代码是哪些代码 是不是这坨代码 好了 我接下来到这个函数里边去执行 我圈起来的红颜色的这坨代码 好了 执行第一 就是83这个地方 伟级执行 到里边执行 还是不到里边执行 为什么 因为这是另一函数 没错 不执行 过去 直接蹦到85行 85行干了件什么事 85行干了件 return了个什么 函数的名 函数的名是什么 我原来是不是一直给大家讲的一个字典 所有的东西 都是对象 所有的东西 比方说A等100 是A指向了100 咱们原来讲那个深拷贝和千拷贝的时候 还记得吧 A等100就是A指向了100 我定义了一个函数名 那么就是一无一个变量名 是不是指向那个函数对象而已了吧 那么这个地方最终导致的结论是什么呢 你定义了一个函数 它的名字叫create y 这个变量 这个函数名就是个变量名 这个变量名 请问是不是指向了一个函数 好了 假如说这个函数真正的代码在这个地方 是否我可以理解为此时的create y这个变量指向了这个函数 你说没错吗 那么我接下来随着我一定的函数 不就是一个变量指向它的吗 我接下来跳过这个函数的定义 请问我接下来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返回这个蓝颜色箭头 那蓝颜色箭头指向哪 我就返回哪 OK 返回到哪去了呢 返回到哪去了 谁叼的你 是这儿吧 请问是否意味着 这个箭头此时 是不是就返回到这儿 是不是相当于它指向它了吧 那么又因为我在等号的左边有个变量名 那么请问最终的结论就变成了什么呢 是不是它指向它 那这里边有什么代码 来 此时咱就可以把代码写上了 这里边有什么代码呀 print key加 key乘上x加上b 没错吧 请问 我毕竟这里边有一个形态 我毕竟这里边有个形态 是不是有个x吧 好了 放在这儿 这是形态x的 先放在这儿 到这行执行完之后 当前的结论就确定了 我的line下方线6 请问是不是指向了这么一片代码呀 没错 接下来我就掉这个 意味着什么 他怎样谁 我是不是掉谁呀 0 给了谁呢 x 0乘上任何只是0 加上b 坏了 b呢 这个里边有吗 没有 那么请问 他毕竟在哪里边 是定义的呢 说他毕竟是在这个line6这个函数里边 是不是定义的这个东西啊 inf 一个道理啊 我定义了一个函数 我里边没有这个变量 我到全球变量里面找 这咱们之前是不是一直在讲这个道理了 我定义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函数里边定义的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里边用到的变量 如果这个内部函数啊 咱们就把这个称为外部 称为内部啊 内部函数里边用到了个变量b 但是里边确确实实没有定义b 那么这个b 他是到哪里边去找呢 相当于从内到外的去找 首先 他里边没有 那就到外找 他外边是谁啊 他在谁里边套的 他就到谁里边去找 请问他在谁里边套的呢 Line6里边 对不对 因此他到Line6里边去找 请问这里边没有 那谁到底是定义的我 Line6啊 那我就到这里边找 请问我能找到了吗 说我一找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b啊 那接下来我一怎么着呢 那你把b拿过来啊 你传过来的0啊 乘上任何值是0啊 加上b b的值是2 请问第一次的值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2了 我接下来得去调用了这个的时候 此时的x的值解呢 1 1乘上k k的值是1 1加2 3 下次的时候4 2 3 4 是不是就这么出来了吧 听得懂了吗 那么什么东西叫做比包 简单说 一个函数里边又套着另外一个函数的定义 你反而是要用的是内部函数里边这个 就是你用的是内部的函数 那么这种方式呢 咱们就称之为比包 而且一般情况来说呢 内部的函数会用到外部的函数里边的变量 咱们就把里边的这个函数再拖代码 以及用到的外边这个函数的变量 这个整体 这个内部空间 这个整体 咱们就称之为什么东西呢 比包 那么言为之意 也就是说同胞 此时的这个K和这个B啊 它不会在这个地方团的 相当于 放到了这个地方来 K K B 相当于KB都已经传过来了 就是说 我在第88号去掉这个东西的时候 请问我是不是传了一个1和2呢 相当于你创建出来的一个空间 就创建内团 这个内团里边是谁呢 你传的知识给的这两个是谁 那么这个呢 你就认为它存的是谁 1 它是2 但是X毕竟是这个函数的形式 还是不是此时没有值啊 那就放到这就完了 因此当我就掉的时候呢 KB相当于都有了 那么接下来你把X 把这个0 是不是给了这个X值啊 那么接下来它就可以用了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我给你表达出了一个意思 就是说 当我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返回了内部的函数 我反而用了个变量 去接受了这个函数返回值 它就会创建出一片空间来 这一片空间里边就有 你刚刚传递给外边函数里边 所有的这个变量 加上里边这个函数 这一套代码 这是个对象 你就可以认为这是一套空间 什么注意看 接下来我再继续玩走啊 当我走了这一行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呢 我走了这行 是否意味着我在这个地方 还要过去执行 当我在过去执行的时候 我带着C过去的呢 11和22 11和22过去的 那么此时 接下来我再去定义 请问是不是又意味着定义了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是不是等于另外一个函数了吧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了 此时这个变量呢 它就不再指向原来的这个了 它会怎么着呢 创建一个新的 此时你就认为 换个颜色啊 白色吧 这个变量指向它 听得清楚了吗 那么当我定义完了这个变量之后 当我在接下来的时候 请问return create y 此时指向谁了呢 是不是指向了这个函数了吧 那么我接下来return这个东西的话 是否意味着这个东西的返回值 就是这一坨东西的返回值 是不是就指向了它了吧 那么指向了它 请问 我前面有个变量来接收 那意味着什么 是否意味着 y62这个 是不是指向了它 没错吧 来同学们 那么这里边毕竟是有函数 毕竟是有代码 这里边代码是什么呢 print p乘上x 是不是加上b 没错吧 好了 那么同学们咱们接下来就去想 就像我刚刚给大家说的上面一个一样 你去掉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给它传了个1传了个2 相当于这个空间里边是不是就自动有了1和2了吧 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给它传了个11和22是否意味着这个空间里边就自动的有了key 等于11 b 是不是等于22 那么此次的x值是不是空着的吧 好了 当我接下来之音再给它手 0给了谁呢 x 那么接下来这个值是不是就是22 我接下来1给了它的时候 是不是接下来就33了吧 接下来我再给它的时候是不是就是44了吧 因此到这个地方来就变次了22了33还有44了 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 能听得清楚了吗 最后我再说一遍 什么东西叫做笔包 多层函数欠套的定义 一般的是两个 就是一个函数里边还有一个函数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往往呢 往往不是说必须 往往是内部函数里边还用到了外部函数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内部函数还用到了外部函数里边的变量 那么咱们就把你创建出来的内部函数 以及你在外部函数用的这个变量值 那么其实就是一个特殊的对象 咱们就把这个特殊的对象当作笔包来对待 当作笔包来对待 这就是笔包 那么问一个问题 这种方式比面向对象好吗 好在哪 不好又为什么 请问首先对于当前这个程序而言 就是对于我的这个程序的这个要求而言 确确实实是这个笔包要好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仅仅是为了得到一条线 就是K和B的值 我想把它把它保存 而且我还想有一套函数 是不是来去用这些值了吧 那么怎么办呢 所以我接下来我就创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空间 这个小空间里边只有K和只有B 然后是不是还有一丁点的这个代码了吧 这个空间里边也有K也有B 是不是有个小小代码 对不对 不是这个地方呢 面向对象创建出来的实力对象里边 请问就是内创建出来的实力对象里边 它也是这样一个空间 也是这样的空间 但是它们两个这种空间区别在哪呀 上面的那个实力对象里边的东西 是不是相当多呀 魔法方法 魔法属性 你继承的那些东西乱架的都有 但是这个是比较纯净 只有你外边函数定义的变量 以及你这里边必须的一些数据 请问是不是就这么多点东西了吧 因此 这个空间要比你创建出来的实力对象的空间 要在你的空间要少很多 那么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 既有数据 还有执行这个数据的代码 而且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比较少 那么它能去完成一件事情 那么这就是笔包了 这就是好几种实现这个东西的方案 最后一种就是比较好的一种处理方案 叫做笔包 同学们最后要强烈一点 不是说面向对象 它一定比笔包差 不见得 为什么呢 面向对象能开发大程序 这玩意能开发吗 不能开发 这玩意能干什么呢 这个玩意就是唯独的作用 就是在于 如果你想有一个变量 以及想有一个 对这个变量的应用的东西 你想成为一个整体 你是完完全全的 可以把它封传成笔包了 这么说理解了吧 它好处在这 它没有那么复杂 那么复杂的功能 没有 它就只能实现一些简单的东西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花几分钟的时间 把我刚给大家讲的这个笔包呢 咱们大家再理一下 好吗 好玩意 好玩意